大家好,欢迎来到Tagging a Snap频道 3月1号ChatGPT的官方发布文章正式介绍官方API使用 我这几天也对API进行了快速学习 制作这个视频给大家做个分享 通过这个视频希望能让你 1.快速了解ChatGPT带来的的API 2.创建账号并生成APIT 3.如何快速使用API以及Token的介绍 4.通过一个官方例子快速开始应用ChatGPT API演示 5.API使用领域使用的思考 那我们先快速开始 先看一下官方API发布介绍 官方已经正式介绍 我们可以使用API方式接入ChatGPT到自己的应用里了 这不仅仅对开发者 更多对不懂开发的人 也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及指令接入自己应用中 我们重点看看ChatGPT API的介绍 这里说到GPT3.5 Turbo是ChatGPT产品中使用的相同模型 但其价格为每1K tokens为0.002美元 相当于每100万Token只需要2美元 比我们现有的GPT3.5模型便宜10倍 而且要比GPT3.5更快 升级也会很简单 我们先有个初步认识API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创建OP9的账号 并通过账号创建访问API的Key 第一步我们需要登录OP9并注册账号 没有的需要先进行注册 如果有注册问题可以评论留言 我看到会及时回复 注册的账号里会先送有18美元 可以对基本的API测试和使用足够了 第二步通过账号登录后进行API Key的创建 可以通过个人中心View API Keys来创建 点击创建即可 也可以通过Quickstart里的demo一步步创建 都是可以的 创建好要记得保存下来 后边将不会全部显示了 如果忘记需要移除再次创建 有了API Key我们就可以快速使用API进行请求了 不过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了解下视频前面提到的TOKENS概念 就是一次请求我们要花费多少 前面提到100万TOKEN大概2美元 这里TOKENS可不是请求次数TOKENS的定位 TOKENS是指系统将句子和单词分解成的文本块 以便预测接下来应该输出什么文本 通过官方文档介绍 我这里也贴上官方说明 1000个TOKEN大概为750个单词 而且一次请求次问花费的TOKENS数等于问题 TOKENS加答案 TOKENS这么一算 给的送的18美金也不是很多 但足够测试使用了 如果想搞清楚TOKENS的统计 提供了计算TOKENS的预估工具 毕竟这个跟后续使用API费用有关 可以看这个图 对应链接我也会后续贴出来 好了 我们赶紧上手API的使用 我们使用Core来进行访问接口 为了快速使用体验 国内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科学上网 这个接口否则无法访问 我这里验证了后对API返回的数据 也进行各说明 如图返回的接口里 有API给的信息和这次请求的花费 我们只是通过了Core的访问方式 快速演示 官方也提供了其他语言的SDK 你都可以快速接入 接下来我们通过官方的一个Demo 演示了给宠物命名的演示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API里的参数设定 也相当于通过API我们搭建了一个最简单的宠物启明应用 这个Demo通过NPM install之后 可以快速启动起来 另外除了这个Demo和代码学习之外 官方也提供了其他产品接入的演示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整合应用的灵感 这个Demo的运行需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Node的版本不要太低18之后最好 其次访问时还是要科学上网 视频最后我们总结思考下ChatGPT的未来 从目前的火爆程度 无论是开发者还是其他行业人员都在通过ChatGPT来改造和使用 提升大家的效率也有很多人已经从中赚钱 它的出现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最重要的是人们将会面对自然语言的编程 通过指令实现需求 实现产品 这必将是一场新的时代变革 必将有新的创新产品出现 后边视频我们也会更多的介绍ChatGPT实际应用介绍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要拥抱和积极参与进去 去体会并整合自己业务和产品里 好了 我们快速介绍到这里 欢迎点赞和订阅